好 大家好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制作video 毕竟现在在赶着一些东西 因为有些就是要做出成绩人家才相信的 那么我现在做着那些东西 然后今天所要分享的东西是大概是三样东西 就是看盆趋势跟免费 这免费真的是免费的东西啊 不过不是我课程就对了 课程没有可能免费给你的 不过这个是讲究去 市面上有一些很多免费的东西 先讲看盆 看盆这技巧就好像是 你按这个 比如说你的stock那边是 这些是我的watch list 然后double click进去 这个是用着maybank的 maybank是eforce的 如果是eforce好像honobank也是一样的 他平台 因为都是同样一个交易 供应商的平台 ok 在这里面看一下之前 我所说的这个啊 也学是怎样的 ok你看他大跌 基本上不止他一个大跌了 只有565个大跌 在这里你看他是跌一毛一是吗 在这样的情况 是所有的看盆就是看这里 还有这里 啊这这这三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看盆了 ok 那我们还要看这些 这里就是有多少个牌 这里是五个就在代表4304个45个不同的排盘 最后一个最新的我是看到是500 也就是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五的是他12345 第五个人是排500个lock 就是除了啊减掉500万 这里就是300啊3804个lock 这里是lock size啊 oklock size1lock是等100 100股啊 这里就有80个 正正你看一下这里啊 你看在这里 这里14个人啊就14个排盆才9387 最后一个是1 这应该是能比较完颜 放1的应该是13个 o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一下 还是你比较的话是 可以讲是这里是散户多一点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哦 他向下的机会率是蛮高一下的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小心 因为他要丢的话真的是可以丢到这边 看到有人借手吗 杀杀的就跑去丢下去啊 你看这也是14个才8,838个 反正这里是80个 所以那也80个人分担啊 那边还是讲 你是使用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要考虑 考虑一下这些东西 不然一些股也是特技一点的 比如说 不好意思还没换去英文 这只股 不过由于趋势不但没的话 真的是要快丢 你看一下这里 他排盆在上面那边这样的 就是蛮多的 然后这里就是没有什么 什么排的量啊 所以这里他应该会 丢一下之后 还看下咯 有人就慢慢丢 慢慢丢 就是另外一种出法 如果趋势不好 在1.21就丢完了 还要丢到快 1.21丢的话 昨天也是有丢了一点啊 今天也是该继续丢啊 那今天也是丢蛮少一些啊 看那边 ok so 在 在这样的情形 我看到趋势好像不大对劲 还是在保留一些盈利 在低促这一座波浪操作 赚取钱哦 看下他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借回的话 肯定会借回的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最为我们所知的就是Gtronic ok Gtronic那边我们可以看下他的这里 他的跌盘量有 5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先看看他的 啊这个是科技股那边 科技股你看下这里上上上上神 在1月的时候这里是呃 你看下8月大跌吗 ok 你看大跌在整个趋势 你看看下这里 这也是这样上神这样第二端 看到不美了这里也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回应 因为这里看一下啊 发生这样的时候他总算是在调整 这个也是在调整着不过他是已经见顶了 我们去看下一个下蛮多一个波你看波段 也留了一段时间了 一讲讲完你看2013的时候开始大升大跌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他走势是这样的 你看下哇 那边下跌 所以这里是每次有反弹波这个这个波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啊 如果我们看完整个走势这里啊 这个波段和这里是差不多一样的 同样的东西啊 同样的 会再走过对 再真的是这样走的话是如果这样看啊 我们只是用基本的这样来算是 ok 他会跌到54% 就是从这里掉54%的话就是 蛮够的一下 54%的话啊 哇 几乎 这里 差不多在低点 低点就是在2013的点 低点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有看很多 不然 这个是看大概大概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看他的 他的那个啊 科技开始转弱了 很多都是开始走弱了 啊 蘋果之类的好 那么 我们先看Gtronic他的那个量那边 现在还没有换区 ok 3tronic 昨天的大贴啊 是蛮够的一下 不过这个股真的是不错 他之前你在第一家收费 他是连本大贴他给你 故事狗给了 他说的大贴是整 1510万的成交量 也就是由此以来最高的成交量 然后今天他就到了 哇个十百千万十万 百 不还是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1700 哇又在掉1700 比昨天更够了 那么今天的 跌的话 基本上应该会跌了几天 然后人家借到 然后再不还就 还有第二波跌加跌 他这个跌一点也是跌到很够力的 是跌到 还在跌到这里 这样哪高一点 跌到 他量肯定是比今天这个更高 也可以讲是金黄抛售发现 啊出现了 如果这个股你 啊信他管理层的话 你要最好的有分析 他他那个基本分析的话 要是你就要看好了 那个机会可以进场 不过不能一直接到要慢慢接了这个 那这个刀刚刚掉下来 还是一下子这样的大刀 好像我经历过的就是 Togrove顶记那边啊 经过这个交信之后 我都不会再这样 这样敢于这下跌 你看他跌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三年跌 第四五六七七年跌的 你看在这里全部都是有量的 你看他量还是慢慢上升 上升了 直到有这个成交量出现 差一个反弹波 反弹波又再下跌 然后再来第二个反弹 之后才直下 直接下下插水 这里就是讲有一次两次机会 我通常是做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比较安安安安 就是他这边 没有什么人会什么 他最多会骗那些傻乌 再来进场 以为是有机会来了 这个时候通常是出场机会 就是讲我们这样的机会是 是一个机会 做反弹的时候我们就看 在中央中通常这种情形下 有一个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机会 在这边 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里是大跌在这边啊 这个跌啊 这个跌的波幅啊 和这里跌的波幅 没有记错 应该是30% 你看在这里1.69 68 从这里到这里在整个下跌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30%的时候 跌到另外这里 这里的30%下腹 这个我是看到他是这样 这个我不懂为什么 这个人你还在研究着为什么 蛮多股市这样大跌的时候是 他这里第一波反弹 OK 这个也算是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反弹的时候会比较好 通常是做这个会比较安稳一点 因为这里 你机会是蛮多 因为也是看到一些反弹信号 这个一看到好像这个出现这个啊 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那个spinning top spinning top 就是也是好像十字星一样的 这种就是啊 可以讲是他要下跌的信号了 也是很多人套利了 这里交易手 我们要清楚知道在股市方面是 除了三个机扣啊 也就是啊 我们的本地机扣 外资和本地产物是 还有很多了 比如说是专业交易员 专业交易员呢 他们水钱是很低的 我们是这些 呃 对抗了我们就很可别 因为他赚一个bit 就够死你了 他就不用看他的水钱 他水钱 赚一个bit 这样的股价这边 他们赚一个bit 他们也是赚蛮多一下的 他们虽然是 他们是以大钱来赚小钱的 但是我们是不能跟他比较 所以就拿这一波会比较安稳一点了 OK 这就是看盆的东西 看盆方面就跟你顺便聊聊一些 然后趋势方面呢 所以趋势刚才我也是简介啊 谈了 比如说趋势方面你可以看一下的 现在很明显的 那个很多股 OK 这些是这样啊 你看这里开始下跌了 下跌这里很白一下 这个和我们的那科技股的走势是一样的 科技股 哎科技股去哪里 哦不用紧 我直接在这边按就可以了 哈哈哈 可以开一个玩笑吧 我这里按这里 你看这个选malaysia 然后你这里选index OK 按technology那边 你就看一下 这个走势是和我们的那个Gtronic一样 因为Gtronic是他的龙头老大 所以这里看到他下跌会 下跌这样多是Gtronic的问题 当然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 蛮危险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趋势 这些趋势就是做中期的投资 至于 industry ng 我要去检查一下 我有做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 OK ng 是属于 industry product industry product 方面就是这里 OK 在这里 OK 这个也是 要小心 因为 这里他也是 在横摆着会不下跌 我不知道应该上升 然后 从8月上升到 1月7月1号 不过他有一些他的比例也许是特别在表布定是这是大指上的趋势这样走 然后 就是打跟庄 跟庄 跟庄就是要对这些比较敏感一些 就是不是看什么 我们只是看他有没有人卖进 就是他们 啊 用进股市的时候 只需要一笔钱 或者是借票 很多方式的 不一定是一个方式吧 我们要了解 知道 庄家不一定是给你看得到很多东西 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良草有没有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investing.com那边是蛮不错的 他可以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自己search东西 就可以找到你要东西 你连马来西亚的股市也有 比如说你要讲的是 320 ok 你放equity 真的应该要改一下 嗯选马来西亚 还没有出现 ok global orlando 他 他short form 他short名字 ok我们只有这样找没有办法了 Gtronic 诶没有出现哦 那只他的那个四个 他只是放四个 alphabet 这里就 啊 global tech globat 哦 gtronic在哪里 找不到也不用紧 应该是 啊这里 globatronic technology gnic 他放到很很很短 ok 这个就是他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 不需要买这个图表 这个channess是用三年的 然后这个是超过三年的 只是他没有channess是用方便 不过我们也是可以知道 这个是单 可以讲是 基本上是real type这样的 可以看一下好像下跌看到吗 这里的量 然后我放去 呃月图的话是 那我也可以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就是 我看在哪里啊 看一下先啊 呃让我找一下 应该是在这里啊 technical chart ok 在按这边的时候 我就要改一下东西 我选这个 candlestick ok one day的是这样 那么我如果要看多一点的话 我就expand他expand他 我们就可以看到是2015年到 啊 当然我们这个好像也是可以移动的啊 ok 对可以移动的 啊 也是可以看到蛮多一下的 这个是免费的啊 看图的一个不错的晚上来的 不过你要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他名字是帮你放成四个 当然你要知道他的整个名字 不然好像我刚才这样找 如果好像我们放的那个3tronic 这样打下去他也是不会出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打完整个 不过这里好像是指示 简简单的 看一下他能不能先啊 global ok tronic 哦有 打完整个名字我们就看得到了 ok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只有打完整个名字 我们才可以找到哈 啊 如果我们不要看整个图的话 当然我们就 放回去 我刚才这个要见 矿帐了 在这里我们还有看的就是 其他那些指数啊 这个是全世界的 蛮不错一些的 你不用给钱 你就可以找啊 玩股市一下咯 这里还有跟你讲是 金融波啊 Karombo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一个免费技术 你可以做技术分析的 一个出来的 当然这里 你要画这些东西 就没有这样方便 好像channessus 这样比较方便啊 这里你一看下这个 他青色是羊竹 红色是 啊 等我们讲所谓的 英卓下跌 在这里你看下 他是下跌 他量还增加着 这里量开始矿涨啊 也是如果我们 这里放的话是 嗯 等一下先啊 3tronic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加其他指标的话 就比如说 indicator方面 我加多一个 bollinger band 那边 他是开始开口 下跌 那这个是蛮够力一下的 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也是 如果你有技术的介绍 就ok 没有技术 就不好介绍 这种趋势是很厉害 他跌的时候 这下一次跌破 然后你发明中 要等 等蛮主他才回本 这也是 看他的功 你看这里也是 Foreign Trade Method bearing Continuation reliable high 这里要跟你讲 ok 这里 有dividend ok 所以还有给你这些东西 都 看还有一个熊的 那个样貌在这边 蛮可 蛮可爱一下 我们所说的这种 通常我们看到这种 我们就是 看到他这种 我们可以讲做是那种 呃 barrish and coffee 不过很可惜他不是 发生一个羊主在前面这边 不过这里 这是大 影竹 大影竹 我们看到要逃避 他也是大爆量下跌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免费的 不错的东西 要介绍的就是 拿来做 啊 我们所谓的 基本分析啊 malaria stock business 你要去google那边是 你type这个字是 他就是第一个你看 www.malaria stock stock business 按进去这里是 这里有蛮多 简单了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他最新出的 年报那边 third quarter report revenue是这样多 这里是三个零啊 三个零啊 ok 这里是七 七百七十 啊 七百七十八 万四千 的盈利物 就是revenue 然后盈利那边就是 profit 那边是 net profit 那边是 net profit 就这样多 大概是增长 然后到report那边 我们按这个 ok 他可以给你看下 这些东西 比较仔细一点的 蛮不错的 做到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一个东西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啊 那些 但是可以按下去 还有 那些简单话 然后你看到report吗 这些 就是这里 我们直接可以 从这边啊 拿到我们要的啊 除了从这个 布莎姆里去拿之外 这里也是可以直接拿他的那个report 当然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这几十出了的 蛮好的一个东西来的 ok DG方面也是出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DGV大跌的原因 是22号的时候 你看一下他全部大跌 这个蛮够的一下 这个是3月的 3月31号 怪不得那时会DGV会下跌 是因为这里全部都大跌 ok 所以就不要跟他 真真论一下了 ok 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里还有做一些蛮不错的 像market statistic 这里我们就是所谓的那些啊 那个三个机构啊 一个就是本地机构 啊本地机构 还有外 那个这个就是外资 然后还有我们本地的啊 local retail 是啊 散户 这local institution 是那个 啊我们的所谓本地机构 这个是啊外资 这个 这个值大概大概吧 如果你是有一些公司是 他本来是马来西亚 但是他注册在口外 然后他只融钱进去 他也是可以当事外资啊 这也是 很多要小心的 这些外资 可能很难 很难 靠这方面来预测的 所以这里 report tools有些 ok 也是不错的啊 他蛮多东西可以用的 portfolio 还有dividend policy 是蛮好的 一样东西 就是这里 这里要注意的是 还是有想的是 只有3% 跟着过往那个 四个季度的 那个 季报是 3%啊 他才放进去 所以你看一下这里 哇一些蛮高一下的 dividend u 最高dividend u 我没有记错 哎 看下写了 uop 在哪里 啊 uop 14.49 ok 这个值大概给你知道了 他的dividend policy 所谓dividend policy 就是公司有他的那个 股息政策 好像你看vns上面是40%的盈利 也就是他的ebs上面有赚40% 啊就是一边有赚5.7亿是 那就用这5.7亿乘40% 就给你这样多了 那个啊 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那些股息啊 ok dividend policy你看有没有啊 亏和那边 也蛮多啊 你看那些是给到95%啊 extra跟klc 这个就是啊 我所说的免费东西 我希望你欣赏这个video 如果你要更 要知道第一手知道这些video的话 你可以去subscribe我 我的这个youtube 然后我更新的时候 你立刻看得到 再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跟我学习更多东西的话 当然 我这里也是有写的 这个是5月的课程的讲解 基本上是 啊没有什么分别的 ok 内容有一点改更改 就是在趋势方面的 每一个月都不同的 那边是有一个改变的 然后 赚钱那些东工具之类的 ok 这是讲华语的 你先按这个来报名 如果是你华语没有讲好 你要听英文的话 可以没问题 这个是英文的 受发这里应该有 大概6个人 啊报名了 也不会很多 那地方方面 啊时间地点 费用全部是这样讲 到6月的时候 我不排除我会取下到288 因为我觉得还是太便宜了 因为这些东西是 外面市场是没有教你的 然后我啊 私底下降跟你讲东西 还有自己的这个是kq 这是o啊 不是零啊 零是这样啊 ok 这是小o啊 这个是啊 k sensitive 就是很敏感啊 字母的大小的 大小的 大小的写的 这是小写的k 这是大写的q 然后其他全部是小写 如果是英文课程的话 这两个是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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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两个字是小写意 那么今天我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希望你欣赏我的这个video 然后多多支持 谢谢